一字几十字节目 对啊我们都实行节目 啊团阅来议植 我们的节目 难道是弱智嘛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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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了讲太多了讲太多了 这个部分会轻松一些 可是不一样的节目 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哪一块笔 旁白哥报告吴宗宪 在乎曾国成的金钟奖入 嗆我们玩很大是弱智嘛 我们做的不是谈编啊 你好适合 是综艺玩很大宣布九周年企划 吴宗宪帅KID昆达 要前进中东的阿曼王国七天啊 出发前先从开黄腔热身 唯一比较危险的是这个 可能就乱玩骆驼啊 玩骆驼体 把人家骆驼体玩坏啊 对 不是 这样 妻子会咬你的骆驼体啊 喂 喂 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 膝蓋 膝蓋 我以为你的 膝蓋需要附近 不好笑 不好笑 我膝蓋 看点霓虹感 对 对 对 他觉得综艺就综艺 把这个网络的东西 确实拿了一个最大的 很重的 对 然后他也说我猜 我猜 我猜 他比较奇怪啊 比如我猜来讲 17年 综艺医生没有拿过任何的 对 对 所以他综艺检查 他是应该要拿的 你看今年其实我 我心里面都歪歪比農 很有趣了 一直几世几节目的 对啊我们都实进节目了 突然间来意志 我们的节目难道是弱智吗 这节目也很意志啊 完了标题 完了 你动手了 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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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太多了 讲太多了 这个部分会轻松一些 可是不一样的节目啊 不知道为什么会放那一块的笔 有那个文章我又把它收集一下 可能将来也不会发出 对啊 对啊 陆先生比较有天瞻 他已经先改名字了 哎呀 人生 有些人就想不开嘛 对不对 我当年轻然后早早的 五十来岁的时候 通通哎这个是你的你的啊 弄好了啊 怎么气氛有点凝重 讲回开心的玩很大吧 外景主持很拼命人人带伤 踢得还差点没命啊 最脆弱的地方就是这里 心 我可以动动就受伤 很容易 真的啦 长颈鹿的一只腿 跟绑子一样的 长颈鹿的鹿体哦 比一颗保龄球还大 然后这样 砍 放过来 会死的 它是剁它 才有胸部 然后那个衣服就破掉 这一段是不能剁的 有讲那些不能剁的 干地娱乐新闻对不起我们全剁啊 拜拜